犹豫姑背后的故事 是什么让狭王如此害怕呢 在你们心目中 犹豫姑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呢 我想大多小伙伴应该跟我一样 在我们心目中 犹豫姑应该是这样的 她属于近战之物 给她踏上一个南瓜壳 可以说坐相披靡 大多僵尸根本不放在眼里 当然我说的是大多僵尸 红眼除外 但是你知道吗 还久还久以前 其实犹豫姑她是这样的 还久还久以前 犹豫姑不但可以攻击周围的僵尸 她甚至可以发射大多植物的子弹 像玉米炮 冰瓜 西瓜 弯豆 星星 黄油 等等等等 僵尸大军 该本顶不住她的攻击 就算是僵尸博士来了 看到她也会掉头就跑 就算是场上的 好野僵尸 也是顶不住她 三秒的攻击 就这样 大夫感觉 这颗植物 已经让游戏 失去了平衡 下定决心 一定要整改她 最终出现了咱们现在的犹豫姑 最后生活伴们 你们是喜欢曾经的犹豫姑 还是喜欢现在的犹豫姑呢 好了 我是军仔 点关注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